這邊還有一個東西叫做文字過濾器 文字過濾器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你自己是駕站的人 你那個帳號本來就預設是 super user 就是最高權限者 最高權限者要不要過濾一些語法 這個伺服器,這個網站最大的,權力最大的人 你既然是權力最大,你擁有這個網站主控權 那你就可以讓它是一個不過濾 你要放什麼語法都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要順便把那個影片 塞影片這件事情做起來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擴充套件這邊 我們要把這個塞影片這件事情 讓它可以開起來 它是屬於什麼呢? 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 用的是一個外括,叫做編輯器 這個編輯器的名稱在這邊 你們看到這個 它叫什麼? Tini 應該是吧?Tini MCE這個東西 這個編輯器就是我們在新增文章的時候 你看到上面這塊內容 這塊內容,我先出來 這塊內容它其實是一個外掛 對於軍馬來講它是一個外掛 它是幫助你寫文章的工具 我們必須進去它來做設定 你會看到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選項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配置 有三個頁面 它不同的頁面 它針對的使用者 可以做的事情有不同的設定 這個是最低權限的會員 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最低權限的會員 它註冊了你的網站的帳號 它如果可以編寫文章的話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再來,第二個是什麼? 稍微有一點點層級的註冊者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最上面這一個是什麼? Super user 其實這三個你可以一直編配置其名就好了 因為其他你沒有這些帳號 你沒有這些會員帳號 你可以不用管它 這個配置集零 我們只針對Super user 我們要不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什麼選項 行動裝置模式 假如說你今天想用手機登錄後台做編輯 你希望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開啟 但是我個人是不推薦這件事情 你手機畫面這麼小 你登錄後台之後 你還要寫文章 這些功能那麼多 你會編輯到眼睛痛 所以這件事情請盡量用電腦做 我不推薦開 可以開 但是我不推薦你用手機來編輯 因為實在是在傷眼睛了 再來圖片托放就開著 圖片目錄要不要用不使用 我們預設都用它原本的東西 我們現在要幹嘛? 我們現在要把文字過濾器把它開啟 預設是關起來的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它預設關起來 它關了哪些東西? 一個是JavaScript Everate 還有這個遷入式的那個 可以叫什麼啊? 遷入式的表格嗎? 我也不知道再怎麼說 反正就是遷入式的內容 這三樣東西弄不好 可能會造成使用者在看你的網頁的時候 中毒被中毒 但是我今天是super user 我自己是做網站的人 我應該不會害我的觀眾吧?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可以把它關掉 讓文字過於去變成說什麼? 只要你寫的任何內容都可以儲存 如果你沒有開的話 你硬塞進去它不會存的 就是空白的 你寫了一大根原始碼下去 存檔之後就變空白了 好,那做完之後呢 記得要儲存 好,儲存 好,那我們再來確認一下 super user這一個 是不是關掉了 OK 好,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把這個設好之後呢 你可以嘗試著在你的文章裡面 好,不管是新增一篇文章呢 還是拿舊文章來做編輯 好,我現在呢 開啟喔 我現在用這個這個網站 好,那我現在呢 就找我之前寫的文章 因為之前寫的亂七八糟 我來選一篇文章來做修改 好,那我隨意挑一篇文章 我來塞影片 好,那我這篇文章的影片從哪裡來呢 好,這個 好,那我這時候呢 就找到這裡有一個分享 好,分享呢 這邊有兩種遷入的方式 一個是你直接複製這個影片的網址 好,直接複製 好,直接複製 另外一個是按這個遷入的按鈕 那你會得到,你會看到遷入的 有沒有,遷入的語法 好,那我們呢 一切重簡 不要讓那麼客難喔 不要按這個 我們一切重簡 就把這一段語法呢 也不叫語法 好,網址呢 複製起來 好,我現在把這一支影片的網址複製起來了 好,我回到我的文章編輯頁面 好,那我就把我的文章修改一下 好,我現在要把影片放進來 好,這時候呢 我就在這個地方呢 找到影片的按鈕在這邊 他可能每一次會在不同位置 因為我們可能頁面變短了 有沒有看到 寬度變短 他可能位置會排的不一樣 好,你只要找到這個圖案 他可以塞影片 好,剛剛複製的影片網址呢 把他貼上來 好,這個我們先用預設沒關係 好,塞進來 好,影片就進來囉 好,我稍微美化一下 原本是臭豆腐嘛 但是現在不是的嘛 好,我們改一下內容 那分類呢 應該分成什麼 西餐 好,這樣子 好,那你影片中 有沒有需要寫什麼內容 好,我看一下我當初有沒有寫內容 我完全沒有耶 好吧,自己升一下內容好了 好,那通常我在編輯的時候 我個人喜好是這樣子 就是你影片呢 好,我現在enter 讓游標到下一行去 好,我個人習慣是這樣子 影片 影片 我會讓他自中 好,剛剛各位有看出來嗎 我呢,先讓他到下一行去 游標到這邊來 好,確保呢 我待會兒要寫文章的時候 他是靠左邊 有沒有看到 靠左邊 而且是已經斷行了 已經斷行了 已經斷行了 分了一個段落了 好,那這一塊呢 怎麼讓他自中 我們就滑鼠點到這邊來 游標在這裡 游標跟著什麼 跟著我們影片其實是同一段的 你可以看到嗎 游標在這個位置 影片跟他是同一段的 我現在呢 游標在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按一下 自中對齊 影片就會自中 看起來比較好看 我個人是喜歡這樣 看你喜歡怎麼看 好,那剛剛那個下一行在哪裡 我們用游標點一下下面 有沒有看到 我就寫一下文章啊 你呢,文章會覺得說 字不太好看 有些人喔 就想說我要什麼 把這個字呢 換一下顏色 好,那你就把這塊字呢 選取起來 怎麼換顏色 好,這邊呢 有非常多的選項可以調整 其中有一個東西叫做文字顏色 好,文字顏色 變紅色了 甚至於呢 你想要讓文字的背景有一個顏色 有看到 我通常不推薦這樣 你網站要有個專業性 千萬不要弄得像長輩問候圖那樣子 又藍又綠了 眼睛看得很痛 怎麼樣眼睛痛? 字是紅色的 背景就是這樣子 眼睛會痛 千萬不要這樣做 好,那我現在只是示範給你看誇張一點 好,那有時候人家會想說吃一頓字要大一點 那這邊字弄弄超大的 這樣有時候會覺得有點醜 好,盡量不要 你文章要有氣質 盡量就是從頭到尾都一樣大的字 這樣才有氣質 當然有些人很會弄 就是他的那個字 他的排版很漂亮 然後呢 字有時候大有時候小 但是看起來不會覺得很突兀 就看每個人到底功力怎麼樣 我只是弄誇張一點 讓你看得出來有什麼樣的差別 好,那我現在這一天文章呢 好,確認一下 寫完了 我剛剛呢 修了標題 然後呢 插入了影片 在底下呢 打了一些字 那分類呢 也設定好 之後我就可以儲存關閉了 好,那我看一下我的前台 我的前台長什麼樣子 剛剛是在哪裡 在吃的分類 吃的分類呢 因為我是用文章分類清單 在西餐這邊 就看到一天這樣子的 看到這樣子 雲端硬碟裡面有 像這種的喔 比如說我這個東西 要把它塞進我的網頁裡面 那我先進來 然後找到這個檔案 的發布到網路 有一個技巧 按檔案的時候 請等個幾秒鐘 因為呢 他這邊的按鈕呢 會慢慢出來 然後呢 發布到網路跟垃圾桶 兩個按鈕很近 我常常不小心 就給他丟垃圾桶去了 所以你們按一下檔案時候 悠閒的滑到 等到他全部亮出來之後 再按發布到網路 這時候你按一下內簽 把這一段 再設一下 這個頭一篇大小選一下 看你要選哪一個 你也可以自訂 你也可以選這個小的 不要選太大 選單單的網頁整個破版 就是破表了就不好看了 你可以設小一點的沒問題 設完之後按一下這裡 點一下它是全選的 你再按右鍵 複製起來 你就可以把這一段 貼進你的文章裡面 好 我現在把它貼進文章裡面 來 在這邊 有沒有在這裡 我找到 好 在哪裡咧 這裡這裡 好 進來 給他簽入碼 按右鍵 貼上 按一下確定 進來了 如果你要把它置中 排版好看一點 油標在這個位置 油標在這裡 把他置中對齊 存下版 好 就躲球了 來 就在這邊了 好 不要塞太大的原因 是這樣子 如果他要觀看的時候 按 這裡可以全螢幕啊 好 這樣就好啦 不要塞太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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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